最近又有两个榨钱的大消息 就是咱们今天的主题 不知道你们在座各位在国内开不开车 也不知道你开的是燃油车还是电动新能源汽车 对 我跟大家讲过 原来我说千万不要买电动新能源汽车 千万不要买 现在我觉得我幼稚了 共产党的底线 实际上我是想象不到的 在中国国内 那现在劝大家就是千万别再买车了 为什么呢 因为买车未来会很恐怖 先说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2024年8月21号前几天 中共的工业和信息化部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 推出了乘用车燃料消耗量 评价方法及指标 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的修订 那么形成的征求意见稿 要求2024年10月20号 一个多月之后 截止 如果征求意见稿没有大东西 这个就发布了 那这个强制性的指标是什么 内容太多了 不念 大家可以去 中共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上下载去看 只跟大家讲核心 跟我们有关刚才我说燃油车的事 燃油车防车 防车你就等着死 所有燃油车全等着死 为什么等死 以后燃油车听好了 什么车就不能卖了 然后其他车要淘汰 核心啊 就讲这条 燃油车整车质量低于少于1.09吨的 要求百公里耗油要在2.57升及以下 燃油车整车质量大于2.5一吨的 百公里耗油要在4.7升及以下 整车适量在1.09到2.5一吨之间的 要求百公里耗油在3.3升及以下 文件中说的是能耗 我说的是油耗 为了大家更好理解 因为是燃油车 又是油耗 那查询了一下中国所有现有资料 在中国能查到的 包括什么百度智能啊 这个车里面的专业杂志啊 目前在中国大家公开评审的 最省油的燃油车 前五名 第一名 丰田思域 百公里平均耗油3.8升 重量1.3吨左右 超过了1.09吨 按照新的规定 百公里耗油要在3.3升及以下 这是3.8升 达不到3.3升油耗 不合格 排名最省流第二的 日本轩逸 1.3吨左右 平均百公里油耗4.03升 因为1.3升 1.3吨左右 应该3.3升 不达标 淘汰 第三名 丰田卡多拉 1.3吨左右 百公里平均油耗4.29升 不达标 淘汰 第四名 丰田凯美瑞 1.5吨 百公里平均耗油4.38升 不达标 淘汰 第五名 丰田威池 1.1吨 这1.1吨不错了 小于1.09吨 但是很可惜 百公里平均油耗4.84升 远达不到2.57升 不达标 淘汰 听明白了吗 也就是中国目前最省油的所有车 这是强制国家标准 我再说一遍 这是强制国家标准 不知道的去查一下网上 强制国家标准 那么不达标的 你们就想想 这是新车 不是你们现在有的 新车 但是未来你们就买不到燃油车了 啥的意思呢 就是如果这个新车达不到标准 就不能出厂 卖不了 按照这种标准 除非这个世界上出现发动机革命 那么在中国的汽车领域里 以后就只会有电车了 你现在甭管是国产外资 所有现在的燃油车 咱们刚才念完了 就没有车能达到这个国家标准 就没有 所以大家明白 以前你只能 以后你只能买电车 你都没有第二项选择了 有人说太好了 哲老师 我这样子的话 我就买电车呗 电车不搁韭菜呀 对吧 燃油车不是挺好的 别着急 接着给你们来 8月25号 公安部主导的 公安部起草的 专门 首部针对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检测标准 叫新能源汽车运行安全性能检验规程 也发布了 这是公安部发布的 以后由公安部下面的交通部门专门监管 这是在上面那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国标征求稿出台第三天发布的 根据新能源汽车运行安全性能检测标准 从2025年3月1号开始 马上9月份了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6个月给你们半年时间 整整半年 新能源汽车根据驾驶年限车况 至少每年甚至要求每季度进行一次强制性安全性能检测 听明白了吗 您车可能不标不大标以后 每季度都可能 其中动力蓄电池安全检测 电器安全检测是避检项目 驱动电机电控 以及用电安全安全等其他安全特性是调整检测项目 所有检测结果直接跟车辆的保险挂钩检测不合格 没有保险了 车险没用了 不能上路了 听明白了吗 现在大家都明白了 讲到这明白了吗 就是很多人把这个原来皆是耐用的燃油车 傻傻的 换成了纸壶一样的电动车 现在呢 燃油车不让卖 但以前买的好了 还能用啊 人用个十年八年没问题啊 电动车呢 电动车未来你们的消费 可就比燃油车要贵的 多的 多的多的多了 因为电动车是不是耐用消费品 是快速消费品 检验费你们肯定得自己掏 跟房子检验一样 中共都穷成这个样子了 你们还能指望中共给你们掏检验费 啊 体检还能让中共掏钱 房子体检自己掏钱 车子体检也自己掏钱 而且检验的很严格 这样很多零倍价 包括电池 你们可能就经常要更换 不更换就不能上保险 那这个车就是一个 废铜烂铁就扔在那 你不上保险 你就不能上路啊 对啊 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吧 就别老听我说了 自己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不掏检验检测费 你就没有检验合格的标识 就没法办保险 保险撞了车就不给你保险 听得明白了吧 对啊 所以你买一个电动新能源车 一定会让你年年花钱 月月花钱 周周花钱 最后到你天天花钱 电费逐步上涨是阳谋 以后呢 自己掏的检测费 检测以后 你车上各种零倍件的更换 保险的加钱 等等 这是阴谋 你说检测完了 我不换 不换就没有达标 对啊 不达标就OK 免费检测 不增加群众负担 那我问问你 这检测 这个检测厂的费用 谁来承担 你们现在燃油车去做 年年 这费用是自己承担 还是检测厂给你承担 自己去想 我上面这俩文件 大家自己去念啊 大家自己去念 明白了吧 所以人家阴谋 加阳谋 阴阳何必 玩死中国这些 不愿意消费的韭菜 伟大领袖傻逼 习近平都说了 他们告诉你们了 2023年促进消费 2023年促进消费 把他们你们棺材本 都拿出来买东西 你们这帮人不买 藏着掖着 好 那我就让你们 全花了 全花了 对啊 图穷必先 那为什么能现在 必先 因为有2500万 电众车车主了 韭菜数够多了 这2500万以后 天天在供测 什么检测费呀 换零件的钱呀 保险费呀 反正你想继续开车 就全贬不了 所以呢 我为什么说 现在吃相很难看 就是11月三中全会以后 你会真的发现 所有出台文件啊 all of 所有啊 要钱要的极端赤裸裸 极端坦诚 中共本色 一点都不藏着掖着 就直接拿手出来要钱 啊 这么多政策能看出来了 明白了吧 啊 还是我说的 就到现在 你就看到这二届三中全会 一个帮大家能过过好日子 什么解决就业的 增加收入的 发放补贴的 减少处罚的政策 一个都没有 就是能让你们过好日子的都不可能有 因为是科捐杂税出来的时候 怎么能过好日子呢 只是不像过去那么傻 过去收科捐杂税 那多漏啊 能让你看得见呀 现在不 现在都通过一条政策 农村这样子办 哎呀 城市这样子办 房子这样子办 车子这样子办 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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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 念不出溜了 就把你们所有的权 全给你们干没了 全给你们干没了 这多高明啊 对 共产党做这个东西 绝对厉害 绝对厉害 变着法的要钱 刮地皮刮干净 谢谢大家 听我瞎嗶嗶 谢谢 谢谢